所以說它所有東西都是純爽工 沒有人看過有白色的昏貴 其實昏貴沒有顏色的 就是我們平常吃都加色素 所以其實昏貴沒有顏色的 而且他們家昏貴很Q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就是 現在的話一碗用四十塊加三種料 大紅豆花生然後還有昏貴 對就是 所以如果說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吃看看 那還蠻便宜的 可是重點是它只有開到下午五點半喔 但是他們並不一定會在五點半個門 因為都會提早賣苦 所以你們最好是在三點左右的時候 對大概就對了 然後 昏貴沒有賣嗎 昏貴沒有賣 喔對對對 啊這個我要跟那個人 是不是 冷靜冷靜 忘記跟大家講 就是他們家冬天沒有賣喔 因為 冬天不用吃冰嗎 然後他們會賣 賣熱的V台灣 然後還有加小菜 就是他們家就是 為了多找人花的經營 然後必須在夏冬天沒有辦法生存下去 所以大家請記得就是如果有興趣可以到 那 呃它有點難找 如果你們想要找的話 最好是從 從永樂國小的那一條巷門進去 就可以到哪 好 那個 慈聖宮媽祖廟 就是這一個媽祖廟 但是這是第一個大門 所以不是從 一樣是從永樂國小旁邊那條巷門進去 然後你看到這個繁華的狀態 其實以前更繁華喔 然後可是現在有點落寞 然後這一家就是非常有名的那個賣豬腳肉的那個店 然後它是豬腳冬粉或是豬腳麵線都很好吃 它現在一碗要六十塊 有一點貴啊 然後所以說以前那時候大概四十五塊 可是現在的話比較好清楚 然後這一家很好吃 就是烏辣魚擦盆 它現在一碗要六十塊 然後但是它可以把那個便當盒裝滿滿的 所以說如果大家喜歡吃 而且它這個菜脯都自己醃的喔 就是如果喜歡的朋友 就是可以去買他們的菜脯一包三十塊 然後這個是老老闆 但是那個老闆現在人不舒服 在那個休養中 然後我現在要放吃一招一招 我給你吃 這一個呢是在永樂國小的後巷 然後呢它就是最有名的就是它是羊 它是茄阿米 那它的茄阿米比較不一樣的是說 它用的是蛋黃湯頭 跟黑點雞肉的湯頭是不一樣的 然後但是它吃起來比較清爽 然後他們家的小菜都很貴 一盤都要那個三十五塊七條 那如果大分一點的話大概就要四十五塊 那他們的紅燒肉也很好吃 然後還有花枝也很好吃 最重要是他們雞肉 他們雞肉每天早上現切現攪 然後他們汆湯之後那個油阿都會倒掉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很健康 但是其實個人還蠻喜歡吃的 然後我就想吃了幾瓶 然後所以從小 從國中的時候我們就一起吃他們家的雞肉 然後去那邊的時候千萬不要跟老闆講說 麻煩你幫我那個小紅瓜多加一點 如果你越是這樣講的話 你越不願意加給你 這是我跟老闆後來就是討論的 然後是 這什麼意思 因為小紅瓜真的很好吃 然後他們也是 它裡面有加杯子 然後杯子其實是一種蔬菜 然後中文叫做 壁齊吧 壁齊 對所以說就是如果怕那個脆脆的感覺 其實我不知道有些人不太敢吃 然後這一家是大橋頭同家裡包 呃 他們家也是雖然名義上賣到四點 但是其實他們賣完就沒了 然後上一次呢我就是吃了他們家的那個 鵝巴豬鞋所以出了什麼狀況 然後 然後 死無種種類是嗎 對 後來證實不是我媽媽的 是我們媽媽的那個 然後他們家的那個同胆米糕 我分瘦肉跟肥肉 然後 呃 一般我都吃兩個 瘦肉跟肥肉都吃一碗 然後 但是 大家不要想太多 它真的很小 它只有一個全口大小好不好 好 好 就 然後 它這個大概現在是一個三十 然後 現在這個糖的話 它大概要五十塊了 好 大致重量 謝謝 謝謝